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受课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下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色彩与心理暗示其中的中性色系 那么这一课呢,我们主要学习一下标准色以及辅助色 在我们基础VI设计上的课程中呢 我们也有介绍的这个标准色以及辅助色 但是并不是很系统,也不是很细致 这一课呢,我们来细致的了解一下这个标准色以及辅助色的一个应用 首先呢,这是一个标准色的定义 它是用来象征企业和产品特征的指定颜色 注意是指定的颜色 就是说你在接到甲方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呢 会根据它提案的这些文案呢 然后和一些它的相关的一些要求以及它这个产品 然后去进行一个标准色的设定 它也在说是标准字体在各种宣传媒体中的专用色彩 专用的色彩 第一呢,它体现了经营理念和产品的一些特性 选择适合该企业形象的一些色彩 包括你做一些食品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你做粮食 是水稻这一类的外包装 产品的外包装 或者是企业的VI 那么你要选择一些和这个水稻相关的一些颜色 绿色健康营养的 或者是这个米黄色等等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第二点呢,是突出差异性 突出的这个差异性呢 有这个同行内之间的一个区分 也有这个不同行业之间的一个区分 不同行业的区分 比如你这个建筑业和你这个纺织业 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一个差异性 从这个颜色上进行一个区分 因为颜色嘛,我们都知道它是有一定的标签的 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给人们造成这个心理暗示 然后这种感觉也不同 所以呢,你在这儿 就是即使是你不同行业间 它所颜色所带起的一种含义 也是不同的 那么你在应用的时候呢 也会考虑到这点 那相同的行业之间呢 就更需要突出这种差异性了 同一色相 比如说同一色相 绿色都属于绿色 深绿潜绿 同一色相都属于绿色 但是我所代表的行业 虽然我在一个 都是做这个 举个例子 都是做水道的 我都想采用这个绿色 因为健康嘛 绿色 环保健康 那么我在做这个款产品的时候 我为了区分于它家的这个产品 那我可能会采用这个深绿色 或者说这个浅绿色 或者是墨绿色等等 这是相同行业之间的一种区分 企业之间的竞争需要突出不同企业的个性特点 表示经营理念 文化传统产品特点等 用这个颜色去对他们进行一个区分 第三点呢 是符合消费者心理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颜色对消费者 对我们人视觉上 有着怎样的一种心理暗示 我们要考虑 你运用的这款颜色 这种颜色 服务符合 首先服务符合你这个常理 常规 消费者看上去这个颜色之后 对他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这三点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标准色运用的一个要点 三个要点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标准色的设计类型 它包括以色的表达 双色的表达 以及多色的表达 也是三个 以色表达是指采用一种固定的色彩 作为企业的标准色 以色标准单纯而直接 具有简明强烈的视觉效果 由于没有其他颜色的干扰 或即使有 也不造成较大影响 所形成的性格特征 就可以非常流畅的贯穿在企业形象中 包括它这个举例 在这有个举例 像中国移动 它用这种蓝色 很统一 即使就是说它有其他的一个颜色呢 可能占比也不是非常多 非常的小 但是它也说了有这个局限性 局限性呢 就是容易产生这种单一感 但是整体感觉呢 非常简单的明了 这是作为这个标准色应用 其中的以色表达 用双色表达呢 我们也很好理解 它是用两个颜色组成的 解决了单一色彩 颜色过于单一的问题 可以在相对简单的条件下 创作较为丰富的搭配效果 这句话 在相对简单的条件下 创造较为丰富的搭配效果 那么你想 如果你把这个 做成这个像下面这个多色表达 做成这种彩色的 你涂在这个乡村的墙面上 那你是很难实现的 它也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 大的一个环境的影响 也受你宣传的这个媒介去影响 这个颜色 它也会考虑很多 现在你去到这个 乡下 然后你会观察注意 它墙上写的这些大字多数 还是没有彩色的 还是以这个单色为主 因为受那个它墙面的一些 局限性就影响 受影响 单色的多一点 再就是这种双色 彩色的太少见了 然后在这儿呢 最后一个是这个多色表达 多色表达呢 只采用多种固定的彩色 作为企业的标准色 有利于不同的企业 形成自己独特的 个性化的效果 颜色越多呢 并不是说你这一个设计 你颜色越多它就越好 但是有些产品呢 你确实是很丰富 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你做这个彩笔的一个 专门做色彩彩笔的 或者说你做颜料的这样的一个 企业公司 或者是一行产品 那么你为了凸显你这个颜色的丰富 那么你肯定在配色上你要 多元 你肯定要这个颜色上要丰富一些 但是这个颜色丰富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遵循一些 配色的一些原则 包括我们后面要讲的一些内容 就是 是这个临近色呀 或者说你这个中叉色对比色 互补色 它们都有哪些特点 然后等一会呢 我们着一的往下看 然后他在这也说了 局限性在多色表达与单色表达一样 属于用色极致的情况 单色容易引发性格单一 那么多色则容易引发这个性格模糊 也就是意思 你颜色也不易过多 过多的话也会突出不了一个主体 那么想要解决它的方法呢 也是主色分明突出重点 强调主色 那么你肯定有一款颜色占比要很多 这个是主色 之前老师也看过一个配色的一个手则 那么你可能你的主色调要占75% 在你这个画面中 在你设计中占75% 那么你的辅助色呢 你可能要占到20% 然后还有一款其他的一些一些的 辅助的颜色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 你可以加一些装饰配色的一些颜色呢 占5%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是有主次分明会很舒服 然后这个标准色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辅助色 辅助色呢 是在这个 基础标准色之上 更加丰富的用色方案 用来满足企业运行过程中的 各方面的用色需求 利用色彩的差异性区分 资母公司部门 品牌产品的一些分类 辅助色主要用于衬托 表现企业理念和象征意义 企业标准色和辅助色配合使用呢 以增强企业表达多彩和火力 辅助色按四色印刷 CYQ的模式设定 一个标准色 不能更好地表达 你的这个企业理念和象征的时候呢 才会使用这个辅助色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 下面的这个图案 在这儿呢 老师引入这个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色调 我们都知道色彩的三大基本要素 有这个明度 色相和饱和度 那么色调是什么意思呢 色调就是说 不看这个色相的同时 不看你这个颜色的本身的同时 那么我调整那两个参数呢 剩下的那两个参数 就是一个是明度 一个是饱和度 也就是说 这个饱和度呢 也就称作为这个纯度 明度呢 就是色彩的明亮 明亮 他们两个 他们用这两个 老师在这儿打一下 让同学们更清楚地理解 色相 调整这两个 这两个参数 综合表现色彩状态的一种概念 这个是色彩状态 色调呢 它不是指颜色的性质 不是指你红色 广色 绿色 不是指你颜色的一些性质 它是对这个画面 整体颜色的概括 就是说 你这幅画是什么 是 是这个 冷色调 偏等色调呀 会说还是偏冷色调 它是对你画面整体的一个构色 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 评估评定 并不是你单一的某一个颜色 是这样的 那么你在做这个辅助色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 假如你这个是选择红色 那么我只需要改变 它的一个明度和饱和度 就可以得到 同一色相内 其他的这个 不同纯度明度的这个色调 是这样 然后我们标注的时候呢 也会按着这个四色去标注 也有按三色标注的 也可以 但是一般你做个印刷来讲 你都是四色去标注 C是多少 M是多少 Y是多少 C是青色 M是阳红 Y呢是黄色 K 所以黑色 是这样的 然后在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 老师会带大家 学习一下这个色彩组合专用表 其中呢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是这个近似色呀 还是零近色 像这个中插色 像互补色 我们都知道 这个对比 180度啊 这样是 为一个互补色 那什么是这个 对比色和中插色 或者是这个零近色呢 在我们下节课的课程中呢 老师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那这两个课呢 就先上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 哥们下节课